當國營老電台鐵在民眾心裡 只剩下又老又殘又窮 一場太魯閣重大傷亡車禍 逼得台鐵再也沒有退路 只剩下公私化一途來自救 台鐵改革由總統親自宣布 執行督導 目前曝光的七大面向 當中包含財務負擔 勞工權益等等都脫離不了 台鐵財務虧損還有清算 如果會造成台鐵的虧損 那其實政府也可以用補貼的方式 來民補這樣的一個虧損 就是作為社會福利的虧損 學者認為首先讓台鐵 停止補貼票價 偏鄉地區的運費補貼 讓中央政府來幫忙 狀況環環相扣 先解決長期補貼漏席 自然能夠承諾改革期間 先不裁員 但是你公私化之後呢 我們可以合理反應票價 我公司一定要賺錢 那這樣子我可能就不會過度裁員 先安員工的心 不用擔心明天工作在哪裡 是台鐵喊出的第一步 最重要的行車道軌道 怎麼管理 台鐵先成立 一級安全管理業務單位 在主部整理 手上負債帳目 盤點能夠活化的土地有多少 一步步朝向公司化改革 畢竟中華電信跟中華郵政 就是交通部主導下的成功案例 中華電信如今營運轉虧為營 但台鐵情況已經退無可退 勞告層級 由總統下令非改不可 停止補貼成立基金 占不裁員 目前看來 至少這幾點可掀釋心 3D新聞尤家瑋成 將我們綜合報導